这是原住民,充分地体现了猫咪的好奇心 桌子下面还藏了一位新用户,这是今天刚刚结果家的一只美短 年龄和我们家这只梨花相仿,估计大了两个月 妥妥的上门女婿,我们家这只傻猫啊,此时此刻变得非常的警惕 完全刷新了我对她的认知,本来是想把她俩隔离起来的 奈何我们家这只梨花啊,太好奇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同类,小心翼翼地观察人家的毛窝和毛沙盆 动作可以说是特别的轻盈,感觉就像一点点在试探 这只梅短和我们家这只猫差不多,都是长期在家里面,没有出过门 胆子也是特别的小,从抱回来,一个下午都在这个桌子下面躲着 直到天黑了,才跑到这个柜子里面,这也是我第一次看清她 脑袋特别大,眼睛也特别的圆,真有点虎头虎脑的味道 但是还是很怕人躲在里面不赶出来 而我们家只是傻猫啊,就在门口守着 我本以为两只猫在一起会和平相处,后来看了好多视频才知道 猫一猫亲的关系也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两只猫已经见面了 而且是我们家这只梨花猫主动过来的,但是似乎不太友好 这只新猫老是呜呜的叫,而且还躲在猫肠皮里面不赶出来 旁边还放了水和猫条,还有猫粮,但是好像都没有怎么吃 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我们家来了这只新猫之后,这只梨花猫的态度就有点转变了 尤其是我抚摸过没转之后,我们家这只梨花猫压根就不让我碰 关键还吵我哈气,估计是嫌弃我手上有了新毛的味道 仔细想想都养了七八个月了,真的是一言不合就上手 不是抓就是挠,就是咬,感觉就像一个白眼狼一样 压根就不让你去碰它,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了 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被它抛弃了 作为一个养猫新手啊,遇到这种问题感觉特别的棘手 我不以为两只猫见面,就像小狗一样很和谐 没想到这么的费劲,看了网上的教程啊,又是隔离啊,又是交换气味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结束,因为我手上有了新毛的味道 所以说我们家这梨花猫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这只新用户吧,也是胆子特别小 老是发出呜呜的叫声 这只梅短呢,是只公猫 这梅短是想给我们家这只梨花猫做绝育的 结果还是给它找了一个男朋友 梅短配梨花,也不知道下的仔是什么样子 大家期待吧,趁着这只梅短钻进了冒沙培里面 我们家这只傻猫啊 又开始巡视它这块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地 这两天都没敢上这个飘窗上面来 两只家伙就这样相互看着对方 真的不知道他们迟时时刻在想的嘛 隔空而往谁也没有发出声音来 倒是这只梅短啊,率先转过了头 有点害怕,也有点紧张嘛 说实话,看着它俩就是挺好玩的 这只梅短呆头呆脑的 给我的感觉,脑袋特别大 感觉也没有脖子 通过这几次接触吧 感觉性格还是挺不错的 刚来到新家,胆子也特别的小 一直躲在这个蜂蜜式的猫压腿里面 我们家这只傻猫都不知道这种猫压腿怎么用的 进也进不去 所以说只能在周围观察它 真的担心它俩一见面就打起架来 现在呢,都算是我的猫了 谁受伤都不太好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用户 希望它们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好好相处 大家觉得像这两种猫组合在一起相配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个赞 我们后期再见